哦 這裡就是皇家寶庫了 太好了 尚古三神器都在 這麼兒戲啊 真的 得到了鋁窩石 得到了空洞印 得到了神龍頂 嘩 這樣得手了 這麼簡單 等到三樣神器都拿走了 我猜那個宇文塔斯一定會生氣到想哭 嗯 神器都拿回來了 全球順利拿到了 如果宇文塔斯又登王回來 不知道會不會跳跳閘呢 我們快回去告訴師傅 鋁窩郡主虎 蛤 鋁窩郡主啊 蛤 鋁窩郡主啊 老夫真的不知道怎麼多謝你了 哪是說呢 這些都是陳公子和玉兒姑娘 新婦是沒有遺憾回來的 頂愁 今天表現實在大 其實這個師傅呢 他的表現好不好呢 就是有沒有神器 有神器 就是表現好 就好像那些嘛 有沒有神器啊 你沒有啊 沒有就是垃圾 樣子壞 這個師傅其實都幾 都幾結果倫 我帶陳復國就有望了 寶兒見到師傅今天這麼高興呢 真的比拿到神器更開心 小雪他大概還不知道的 等我告訴他 小雪怎麼發呆感呢 啊 我件事告訴你 剛才呢 我們就去了這個王家寶庫 拿回三件神器了 這樣啊 全部都給你拿回 我們現在口氣呢 就有四件神器了 宇文泰司呢 反而佔去了劣勢方面 其實都很白癡啦 宇文泰司 那當然啦 劇情需要是不是 陳哥哥可不可以把神器 先還給宇文泰司呢 咦 幹什麼啊 他 求一下你 幹什麼啊 小雪你 宇文泰司做的其實是對的 咦 幹什麼啊你 我們都搞錯了 我們變成處處呢 都阻礙宇文泰司的計劃 這樣 就會害他完成 一件非常重要的大事 小雪你是不是傻了啊 剛才我在先生 我在先生說失明的時候呢 都是仿佛 仿佛夢到這樣的夢 跟真實世界呢 搞在一起 不是的 玉兒姐姐 我說的都是真的啊 宇文泰司呢 給他現在做一件 給陳哥哥復國的事啊 或者哪個做皇帝更加重要啊 陳哥哥求求你啦 將神古神還給他啦 暫時不要妨礙他啦 咦 有這樣的一回事 來來來 小雪你看我講 宇文泰司呢 其實是個壞人來的 是個野心分子啊 就算誰向我請求呢 我都不會把神器交給他的啦 啊 大陳哥哥啊 我們先不跟你吵啦 你休息啦 嗯 做什麼呢 小雪 發什麼提騰呢 唉 怎麼辦呢 阿秀啊 阿秀啊 很禮貌的狐女 一大早上善自闖入男子的房子啊 還大叫大喊 盛何體統 做什麼事呢 玉兒 你今天見不見了小雪啊 小雪不是同一間房子嗎 小雪他不見了啊 怎麼會的 他不是在病嗎 那師傅呢 小雪姑娘呢 應該是伸展好了 在附近走一下而已 不用大驚小怪 我今晚醒回來 就見不到小雪人了 床上面呢 還放著這樣的石頭 不知道是什麼一回事呢 這個不就是作日去拿回女窩蟲嗎 這個不就是作日去拿回女窩蟲嗎 隻頭下面呢 抓著一些白髮喔 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白髮呢 是解小雪的頭髮 但是我不完全明白 為什麼他要把自己的頭髮 壓在女窩蟲下面 陳公子啊 我聽說小雪他又不見了 而全部的神器都不見了 到底發生什麼事呢 我們都在找他喔 小雪呢 他用自己的頭髮呢 被女窩蟲蟲壓著 不知道是什麼意思呢 嗯 嗯 我明白啦 原來是這樣的一回事 嗯 那是什麼事就說吧 到底發生什麼事呢 凌摩郡主 你的同伴把神龍頂和兇童人帶走了 那什麼啊 我說你的那個同伴 根本就是羽文太師那邊的人 他把神器偷偷帶回羽文太師了 怎麼會的啊 最後關頭我們竟然被這個小妹騙了 沒有 沒有可能的 其實沒有可能的 小雪不會幫人家的 小雪 小雪是我的人來的 雖然我都不願意相信 但今時今日呢 事實擺在眼前 他和神器都不見了 你又怎麼解釋呢 嗯 我相信一定有誤會 肯定下了幹頭小雪給人 你們現在去大兄城門和元武城門問一下衛兵吧 小雪不可能走的 又說一生一世的 找過了 沒有出城 我應該在城裡面才對 沒有出城嗎 這樣更好 哎呀哎呀 小姐不好了 不好了 宇文太師的東王回來了 伏希琴 而且呢 剛剛啊 小小 請她在太師府內的朋友打聽 和一位白髮少女前去投奔 什麼啊 他還跟我說啊 他將 頂刃預先放在另一個地方 剛才呢 宇文太師去了拿 不可能的郡主 這些不可能發生的 1 2 3 4 5 福希琴神龍頂 空洞刃 昆龍鏡女窩石 琴頂印鏡石 五神器 宇文太師 宇文太師 集齊了 今晚就爆擊 完了完了 想不到到最後 竟然被宇文太師順利達成目的 我不明白啊 小雪帶走了 頂和印是沒錯 但是鏡石一直在我們手上 宇文太師 怎樣勁都沒用 都走不到她的九五之陣 你們那個昆龍鏡和女窩石 其實都是假的 假的 激死我了 前功盡廢 假的 我們這麼久還沒見到 平安郡主 這麼生氣 怎麼辦 快點找小雪吧 我們 怎麼這裡不讓人進去 我們要找一位小雪 姑娘魔傳一聲 走啊 這裡沒有這樣的人 我在韓將軍的手下傳打 老將軍吩咐我來品告的宇文大人前往寧武郡的軍隊準備就緒了 好 明白了 玉兒姐姐知道 宇文太師派兵去寧武郡 嗯 寧武郡之前的地堂六星形裡面其中一張來的 今次很清楚 宇文太師準備開始萬靈血了 今次應該是最後一次了 哎呀 真是爆肌了 今晚 韓文大人呢 就吩咐了 請韓將軍即日啟程喔 之前韓裸將軍通過這個 明甲關 的虎 的虎虎 不小心不見了 這個是伸給他的另牌 哦 在右邊啊 衝過去 我們必須去阻止他 GoGoGo 哎呀 停手啊 你們啊 今次終於被抓住了 你們就是處處跟我們軍作對的幾個年輕人 宇文太師人呢 宇文太師 的韜 的福徹啊 今次親自在大兄坐鎮 為什麼說給敵人知道呢 真是 搞得不敢答白呢 本座身為太師府的義府將之一韓騰 人啊 應付你已經卓卓有餘 為什麼韓裸你的頭髮呢 90度過了 絕技 哈哈哈哈 為什麼哈哈哈哈 他單殺了自己 可惡啊 你們竟然變得這麼厲害 萬靈血的事實在太傷點害你了 得罪了 哎呀 到底是誰 竟然敢偷襲我 啊 玉兒姐姐 不要啊 不要傷害韓將軍啊 嘩 劇情是這樣的 小雪 說得好啊小雪 這樣就由你們掩護 等本座好好完成第六次萬靈血啦 是 哎呀 郭家蓮城鎮 麻煉麻煉空 哎呀 玉兒 嘩這樣都行嗎 離開了 你為什麼劍都死了 一定要阻止 那你走前啦 哎呀小雪你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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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得好啊小雪 第六顆萬靈血已經到手了 小雪你為什麼春天啊 本座今天是看小雪姑娘的份上 先放過你們一命 不要得寸盡尺你們 保護啊 要帶小雪走我們 好啊 本座或者都不夠力打 但是你們以為自己拿著那把是上古神器 但是你們以為自己是牽原劍的對手 阿仇坤輪鏡啊 都是上古神器來的 快點拿來打那把劍吧 坤輪鏡 就等本座玩給你輕輕一件最可悲的事啦 哎呀 走吧小雪 哎呀回來啦小雪 小雪這樣就跟他走啦 嘩賤女人 賤女人 笨主啊我想放棄了 我不想再對抗這些宇文泰司 嘩竟然為了一條女子這樣啊 都正常的 一個人呢一有情傷呢 就好頭痛啊 好腿啊 真的會 做什麼呢陳正仇呢 在這裡 笨主不是你的問題來的 阿仇這幾天都很消沉啊 嗯 嗯 浴兒我們快點阻止 羽文泰司 不然就是萬劫不復啊 如果被羽文泰司做皇帝的話呢 這個世界就有難啦 我都明白的 耶 如今呢他已經有五個神器了 我們只要 我們只要在他前往 通天塔 設置九五之陣之前 拿回神器 這樣就可以了 現在羽文泰司呢 親自坐陣在太師闊裡面呢 看著這個神器 我知道一條秘密通道 偷偷進去的 需要你們的怯 怯 算了我們打不贏羽文泰司了 我們在武林棍 遇到一些事啊 現在阿仇呢很大打擊啊 這幾天都心神防伐 哎 浴兒 現在時間緊迫啊 天下有能力 跟羽文泰司對抗的人呢 只剩下你們的 如果唯一的人呢 如果剩下你們的 唯一的寄望 都變成這麼頹廢的話呢 就沒有救了 阿仇 對不起啊 但我現在真的 我現在就沒什麼心情 那就真的啊 其實一個人頹呢 就是說什麼都沒用 唉 現在小雪被羽文泰司控制著 是我連累他 我已經不想再管 我已經不想再管什麼 國家大事 復國之事 嗯 很好聽的琵琶聲啊 想不到浴兒姑娘呢 這麼聰明啊 臨文羨慕 其實現在我的心很亂才跑出來 這樣彈琵琶而已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問一問呢 當一層公子發生什麼事呢 其實他是為了小雪離開的事 那個時候 神器呢 被小雪姑娘帶走了 我自己給她面子看 難怪她這麼難過啦 不是的 只是阿仇自己連累了小雪 小雪離開的原因 其實誰都看得出啦 玉兒姑娘這麼聰明 會不知道的 其實你兩位都有當局者迷 小雪姑娘呢 其實因為你的緣故 才會被迫離開的 哦 小雪姑娘呢 是喜歡陳正壽的 但是呢 中間呢 就夾襲著 夾襲著一個 玉兒姑娘啊 小雪她也喜歡阿仇? 嗯 唉 其實你心裡面呢 都喜歡阿陳公子的 其實呢 就不用否認了 我們每個都看得一清二楚 其實小雪姑娘呢 她自己呢 心有所屬 但是又不善於表達 就肯下不了心腸 跟你爭下去 見到你和阿陳公子又有趕有笑 情予日深啊 想必每時每刻都心如刀割 我問一下玉兒姑娘你啦 如果她換作是她 你會怎樣做呢 直接離開? 會不會是這樣啊 會不會真的離開啊 反到明離間計 這些人嘛 今天大清祖啊 她和宇文太師呢 就在東都洛陽了 你還有機會和她私下見面問一下 問她 爺心啦 玉兒姑娘記得我的話呢 就自己想一下吧 嗯 嗯 今天你不是說有個密度呢 可以去這個宇文太師傅呢 我想你帶我進去啊 我想前面太師傅和小雪見過面 跟她問清楚 不是 是帶她回來 哎呀 這裏就是太師傅 嗯 這裏就是後庭了 已經買通了這個衛兵了 現在密度呢 只有我們 接著下來就看玉兒自己了 嗯 如果你帶小雪回來 你會怎樣處理呢 我會離開 永遠遠離開 讓他們在一起 嗯 你很傻啊 就是為了朋友 你願意寫 你願意國愛 你不明白了 小雪下的恩人 阿仇也是 她和阿仇呢 可以在一起 我覺得自己很開心可以這樣做到 再加上 已經再沒有一件事 比愛情更可貴 但是如果我不是這樣想的話 我覺得 作為一個人 道義更加重要 遠比愛情更重要 啊 如果我一己私欲 恩將受報 等小雪這麼痛苦 我一輩子都不會安樂 嗯 我明白的了 玉兒姑娘真是公私分明 小雪 小雪 玉兒姐姐 小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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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雪